《海诚》 红秀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17的徐明浩 第8 《海诚》 这首歌是以钢琴为主旋律 然后演奏出一首优美的抒情歌曲 然后这首歌的歌名 其实有两层含义 第一层它就是我家乡的名字 叫《海诚》 然后第二层含义 其实是这首歌中心的思想 就是海上的城堡 是有这样的含义 然后它的灵感 这一次我回我的家乡 有一种说不出来 又表达不出来的一种感情 在我的心里 所以它是我一个灵感的来源 然后这首歌我想表达的 其实就是像 在海的对面 然后有一座城堡 但是却是那种渴望 却不可及很遥远的 然后那个城堡上 可能会有我的梦 或者说我对于爱的憧憬和希望 其实有很多这样的情感在里面 正因为它是遥远的 又会有一种比较落寞的一些感觉 我其实对于创作每一首单曲 当下的状态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每一首单曲它的感觉都会有一些不同 其实都是从我的内心去创作出来的 所以我觉得它是有一定的共同性了 但我觉得这首歌它会和我最最最最开始发的那首单曲 《夜半雨》的感觉会有一些像 但我觉得会比那首歌更加的成熟一些 对 然后这首歌的整体的感觉 其实就是把我内心的那种 比较浪漫或者失忆的一些情感 用歌曲的方式去表达出来了 《海城》首先是我家乡城市的名字 但它并不是科普城市的 而是用我家乡带给我的感受做一个介语 然后歌曲中表达的各种感情 是依托在一座自己的城堡中 这个城堡就像是我的家乡的感觉 这个MV的构思差不多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 从我在中国的时候 其实就是一直在想要如何拍这首歌的MV 所以就一直去把好的想法 然后推翻和工作人员 还有我身边的老师们一起去共同的去来创作这首歌 所以其实这首歌里面有很多我的小心思 包括中间那些舞蹈的部分 其实有很多都是现场即兴的一些表现 然后包括就是现代舞的部分也是表达感情一样 而不是为了跳舞去跳舞 而是把它作为一种情节的一个小的片段 然后用舞蹈也把它加进去 然后像里面一些大海呀或者说西洋呀或者说黎明的那些构图 或者说现场在现场的时候我也有亲身参与这个拍摄的构图呀设计呀 就比如说走着走着我觉得这个地方不错 我们导演我们在这地方拍一下吧 就其实中间有很多这样有趣的这样的互动在里面 所以当粉丝看的话 其实我觉得从头到尾都是贯穿着我的想法 对因为我个人我是特别喜欢大海蓝天白云小鸟大树 对我其实对自然的这样的风景我是特别的感兴趣 而且非常的爱它 所以自然而然就把这样的情感也融入到了这首歌词或者说MV的里面 像之前去乌珍的时候其实也给我的印象非常的深刻 我也希望以后有机会可以像在乌珍那样的水镇去拍一些有意思的东西 但这一次的MV呢虽然说我很喜欢大自然 它也是我怎么说呢我风格中的一部分吧 但以后也会有更多不一样的风格去带给大家 对于我来说是有一定的挑战的 因为是唱这样的慢的歌曲 下了很大的功夫去练习 所以像我平时的话我会经常用舞蹈融入音乐 然后向大家展示 但这一次的话我更希望大家可以集中去听我的歌声 所以并没有把特别多的舞蹈放在里面 但其中也会有两个小的部分把舞蹈放里面的原因 其实我是觉得它也是我想要表达的一部分 所以就像我刚才说的 我不想在这个MV里为了舞蹈而舞蹈 而是想把它作为一种语言 作为一种表达的方式 然后通过这个MV的方式去传递给大家 是在耳边轻轻说话 站在很忙的时候 我也没有特别多的时间去做个人的兴趣爱好 因为已经很疲惫了 就是休息了 但是像不是特别忙 然后会有一些个人休息的时间的话 那我首先其实像最近的话 我会看很多电影 然后在电影里会有很多的灵感 就比如说某个电影里的主人公 或她的那样的生活是我想要的 那我可能就会在现实生活中 去找类似的兴趣爱好 然后慢慢地慢慢地去接触 然后当我接触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我就会发觉她到底适不适合我 如果不适合我 我就会跟她说拜拜 如果说适合我的话 我就会继续学习 然后往更深的方向去前进 最近其实喝茶差不多只要有时间 每天都会喝 像冥想的话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像最近的话我也没有做得特别的好 然后像平时的话就像看电影 最近的话就不是说为了有意思而去看电影 而是在电影里去寻找灵感 或者说当这个导演是如何把这个主题 或者说他想表达的情感 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表达出来 是我最近看电影学习的东西 包括一些色彩啊构图啊 还有一些拍摄的手法啊 其实包括还有主人公的这个俨然的一些演技啊 都是我去学习的东西 最近其实看电影看的特别多 我去学习的东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